2021年,每日灵修,3月18日,上帝的伟大,经文,因你伟大,且行奇妙的是,唯独迷失上帝,诗篇86篇时节,当一个人开始做一项伟大的工作,就会花时间去思想这工作的伟大性,比如说科学家研究大自然,他要花好几年的时间观察,收集资料,整理归纳, 最后才发现到太阳或星球的磁场或引力,我们这位荣耀的主,岂不配得我们花时间来认识他,来赞美他的伟大,我们对上帝的认识何等肤浅,我们没有云出时间来思想他的伟大,以致我们对他的荣耀全能,只有模糊的概念,默想下列经文,直到你心中充满荣耀君王内住的感觉,耶和华本为大,该受大赞美, 其他无法测度,我也要传扬你的大德,他们纪念你的大恩,就要传出来,诗篇145篇3,6,7节,别以为很容易抓住这些经文的经意,且能有所体会,要花时间默想, 求上帝开你的心眼,直到你心满意上帝荣耀的全能,禁不住要献上你全心的敬拜与赞美为止,主啊,在你没有难成的事,明谋事有大略,行事有大能,耶利米书三十二章十七,十九节,耶和华的话领到耶利米,我是耶和华,是凡有血气者的上帝, 岂有我难成的事吗?耶利米书三十二章二十七节,对上帝有正确的认识,需要花时间,当我们对这位尊贵全能的上帝,认识越来越深,也愿意将他该得的荣耀归给他时,我们自然而然会喜欢多停留在他面前, 把对他的爱慕敬拜,用谦卑敬畏的心向他倾土默念,此时,上帝也要用他无限的慈爱,急着圣灵来教导我们,以耶和华为大神,为大王,超乎万神之上,诗篇九十五篇三节,来啊,我们要屈身敬拜,再到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,诗篇九十五篇六节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